东北人就是难道女长一点不假 这句话说得非常的不对 嗨 我是大树君的朋友Joke 网络上有很多针对东北人的偏激言论 今天我们来到了沈阳 一起来看 当东北人亲口读出这些话的时候 会是什么反应 东北只会666 没毛病 老铁 东北印象就是二人传直播 你吵啥嘞 这个我觉得他是太不了解东北人了 中国X千千万 快手占一半 快手X千千万 东北占一半 凭什么这么说呀 把东北土话当成普通话 还很自豪讲什么这嘎嘎嘎嘎嘎嘎咋的 东北人口音听着不舒服 怪里怪气的 尤其是女的 能有点女人味吗 我感觉其实挺有女人味的呀 特讨厌东北的女的 无无扎扎呼呼 说话超级大声 丝毫不顾别人感受 东北人就是难道女常一点不假 这句话说得非常的不对 东北有两大工业 重工业烧烤 青工业直播 还有我 吃饭前说他是东北的 喝酒后说东北是他的 直爽只是表面 别拿直爽掩饰你们的无闹暴力了 东北男人呢 就是爱穿雕 真雕假雕不知道啊 小黑鞋逗逗鞋 一点修养没有的社会败类 我这 那你自己看没 我的真雕假雕 能动手尽量不吵吵 东北人走到哪 拳头文化就带到哪 东北人 都是黑社会 还是专门欺负孩子和女人的黑社会 网友都说 东北人是打完老婆再去上班的 我的妈 只要让我老婆知道不打死我 就听见 东北的除了这句话 不会说其他的了 我想对这位网友说 我们东北还会讲 精气神正能量 被人黑是很正常的经常事 因为咱东北人吧 说的话就说 说话比较硬 在外的稍微就是怎么说呢 讲就是稍微要体面一些嘛 难免就是说有的人看不惯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方言 就是 不能因为一个口音对一个女人就有 就是不同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挺不好的 我还觉得东北人挺好 挺豪爽 然后我不太喜欢那种白莲花 那我很纳闷了啊 就是如果说没有北方的工业来讲的话 那南方我觉得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春暖花开 国内所有的城市的人都是一样的是吧 现在和谐社会嘛 哪有什么黑社会不黑社会呢 地域黑没有这么黑的 但是你该说不说的 就是东北人一般都是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不像某些大家都是中国人 你没必要拿这种事说对不对 所以如果要是说素质的话 还是大家不应该起内讧 就是在你不懂不了解的情况下 不要妄加评论 东北人都特长的 东北不是这样的 不要因为这个 一点点别人的说 说这些 就把东北误解 东北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当手提包一落在河南街头 结果会怎么样呢 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树军 回复河南 收看我们在河南拍摄的社会实验